梁思成在北京都市计划的 《无比杰作》里写道 由天安门起 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 宫门和广庭 金色照耀的琉璃瓦底 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志 如果把北京中轴县 比作一幅壮丽的画卷 故宫就是它的中心 如果把中轴县 比作一曲恢弘的乐章 故宫就是它的最强音 今天我们邀请到李建平老师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故宫 故宫是中轴县中的中轴县 就是它是最核心的部位 所以我们看到的 比如这条玉道 我们叫一横两树 就横着马一排砖 两边还有树子的 这就是皇帝通行的玉道 就皇帝专门走的玉道 它就是中轴县最中心的 进故宫呢 我们一般就沿着这个道 我们就经过故宫的 一道一道的大门 这条紫禁城的中轴县 是皇帝独享的玉道 紫禁城内的建筑 也都以它为轴县 呈大致对称之事 梁思成在文章中所说的 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 也都分布在这条中轴县上 同学们跟着李老师 往端门走去 想近距离感受一下 端门的威严壮观 三朝五门在明清时期是不同的 清代时的三朝 指的是五门以外的外朝 五门以内皇帝办公的治朝 以及前清门往后 皇帝和皇后居住的燕朝 五门指的是天安门 端门 五门 太和门 前清门 它们有序地排列在中轴线上 梁思成先生在文章中提到的轻重不一又是什么意思呢 清重不一是指建筑的体量不一样 从最远处的这个中华门 它的体量就小一点 它也就是二十三米左右高 硬度高 到天安门就高大雄尾了 天安门和端门是一模一样的 最大的门就是故宫前面这个五门 体量也最大 所以梁思成先生用了轻重不一 他用这个叫起伏寻治 起伏就是有高有矮 寻治就互相对着 他们一个门对着一个门 所以他形容这一段的建筑的特色 就宫中县这一段建筑的特色 特别是宫廷的特色 他给盖过出来了 天安门和端门高约三十四米 武门高约三十七米 太和门高约三十米 每个宫门用高度和体量规制 诠释着梁思成所说的轻重不一 刚才我们讲的 他说天子武门天安门奉天成运 为什么叫天安门 原来叫成天门奉天成运 皇帝重大招书 金凤班招 重大国事都在那宣布 我们开国大典也是在那上 中安国国成立 它的城门作用 它是外城 就是皇城最外边的一道大城门 天子武门中的最后一道 前清门 则是紫禁城内庭的正门 是清代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 林老师 那这个端门的这个端字指的是开端吗 对端门的一端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开端 那么皇帝出巡的时候 仪仗是在这儿开指 上面有个大钟一拉 表示一个良好的开端 那么大臣们来进朝来见皇上 到端门这儿就知道 自己的礼仪是不是端正 就要把自己琢磨琢磨 朝服是不是穿好了 这个身体是不是摆正了 这是端门 所以我们也称它叫礼仪之门 皇帝的遗价都放在这两边 所以它是天子武门中的库门 就是藏东历的 放东历的地方 每逢皇帝出巡 回鸾 举行大典时 仪仗队都会从端门取出各种仪仗 整齐分裂在道路两旁 梁思成描写 都是红墙黄琉璃瓦 一层一层 它和前门大街外的 和古罗户外的 青庄灰瓦不一样了 全是红墙黄琉璃瓦 一层一层起伏对质 梁思成先生文章里写道 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 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质 同学们跟着李老师 从端门走向五门 抬眼望去 正是红墙黄瓦更为高大的五门 五门是紫禁城的正门 如今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南大门 和其他宫门不同的是 五门左右城墙向前伸出 高台之上建有五座门楼 又称五凤楼 咱们看自己的话 古出来叫托 这个是凹 这个是凹进去的 那这个门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 这个门是正门 写着五门两个字的 叫正楼 然后呢 两边呢 有中骨 这两边呢 是雀 就是雀左 雀右 有四个 我们管的叫重沿 船尖 宝顶 是吧 上面一个顶 是不是有四个顶 它们四个建筑形式一样的 正中呢 是重沿 无垫顶 九开尖 五门的城楼 呈凹字形 便于军事防御 有瓮中捉鳖之意 从正面看 五门只有三个门洞 但它的侧面城楼上 还有两个门洞 这种设计 在建筑上称为 名桑暗宇 这五道门啊 有讲究吧 正中间的 刚才我已经讲过了 沿着遇到 只能皇帝走 平时呢 只有两种情况下 就是皇帝 亲脸的进士 可以从这出了一回 皇帝大婚的时候 皇后可以从这抬进去回 其他就没有了 那么两侧的门 上朝的时候 左卫上 王宫可以走 右边呢 三平以上 有品级的官员才能走 平时我们看两边小门 那就是一般人 你要走 先走那家小门 这个地方是一个 庄严神圣的地方 干什么 当大将军 大圣仗回来了 皇帝要在这检阅 皇帝坐哪 就开个门洞那点 皇帝坐中间 那么两边 中古齐名 将军来了之后 不能进城 只能跪在这儿 向皇帝报告 战况 献上战俘 和战利品 那皇帝坐在那儿 将军虽然是八尺高的汉子 看皇的时候 也得抬头看他 他坐那地儿高 是不是 你看这个空间 建筑空间 就把这个都给调整了 将军回报完了 皇帝就说俩字 拿去 然后旁边太监就回 拿去 旁边的将军就传 拿去 就把俘虏该送哪儿 送到 战利品该送哪儿 送哪儿去 2001年 北京深奥成功前夕 世界三大男高音 帕瓦罗蒂 多明哥 和卡雷拉斯 应邀来到北京演出 在庄严肃目的 五门城楼前 举行了一场音乐会 明清两代的皇帝们 也许谁也想不到 曾经用作防御的 五门城楼 其实还是一个天然的 音乐剧场 回荡着动人的歌声 是不是因为这个 城楼的这个形状 对 它是一个环抱型的 笼音 它起到一种笼音 巨音的作用 由于到夜晚 对着蓝天 那参天 那这个地方的环境 就会更优美 歌声会更有那种回音 传递到宇宙中的感觉 太好了 那咱们今天站在这么尊贵的地方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高歌一曲啊 想 在这个天然音响 咱们一块试一下好吗 太好了 你自己声音是不是都变得很优美 是不是 在这体验了一下 这个歌唱家级别的待遇 同学们在舞门前面 这个天然剧场 新生体验到了 美好歌唱的感觉之后 在李老师的带领下 走进紫禁城 厚重的舞门缓缓开启 仿佛打开了一段 尘封的历史 同学们穿过舞门 眼前豁然开朗 太和门 威然耸立在眼前了 这一道宫门 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 中轴县上的一切建筑 都体现着黄泉威严 与国家秩序 这个广亭和刚才广亭 有什么不同了 咱们先站在这看一看 咱们现在进入的这个广亭 跟刚才的广亭有什么不同 有前面的那种很高的建筑 有桥 有树吗 没有 刚才那有没有 有 刚才那还有灰瓦 这一软还有建造灰瓦吗 全是红墙 黄六里瓦 是不是 和那个广亭又不一样了 这是我们真正进了皇帝居住和办公地 这点是皇帝生朝的地方 叫前朝 这里曾是皇帝一个人的广亭 体现着唯我独尊的无上威严 同学们穿行广场 从这里开始就进入了皇帝办公的区域 走在空旷的广场上 同学们都很纳闷 为什么太和门广场上光秃秃的不见一棵树呢 想听李老师说吗 它主要还是从广亭的建筑 我们讲这是宫廷的建筑 宫廷的建筑呢 该种树的时候 像我们的这个后边的御花园 然后东边的这个太庙设计团 都有很多树 不该种树这一棵不种 突出宫殿建筑的雄围 如果有树会有遮挡 而且树和建筑一成比例 树高了建筑就矮了 它是成比例的 那么没有树呢 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建筑 该高大的建筑高大 是吧 该起到这个衬托作用的 左右对称的 还有环廊的建筑 大家看都是黄色琉璃瓦 形成一圈 来突出主体建筑 太和门的重要 那我们看看 还可以到最后 我们看到的太和门前头 我们讲一讲皇帝上朝的事 好 好吗 走 书本旅行团穿过五门 和太和门之间的广亭 梁思成在文章中提到的 这个广亭 面积约两万六千平方米 能够容纳数万人 是世界上最宽敞 最美丽的庭院之一 明朝时期 这里曾经是皇帝上朝的地方 同学们非常好奇 当时大臣们上朝 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皇帝玉门听政的地方 什么叫玉门听政呢 就是上早朝 明朝的皇帝在这上早朝 然后呢一边一个书记官 草书把揍的事情要记下来 皇帝坐在当中 然后太监往这一炸 有事都揍 无事就散朝了 为什么天冷啊 有时天不亮 大臣都在这了 不能时间很长 所以一般的都是紧急来奏折 到了这个清朝以后呢 觉得这个皇帝走得太远了 辛苦了 又往后了 挪到了前清门前面 玉门听着 明朝呢是在这个地方 早朝不是每天都上 每天都上人也受不了 是吧 它有周期的 有一些事 攒一些事 然后开一次早朝 比皇帝起得更早的是大臣 天没亮 他们就得动身前往皇宫 进入皇宫后分担排列 在太和门前的广亭上站好 等待着皇帝上朝 皇帝上早朝这 最重要的大臣 年迈的大臣刺着做 其他人都站着 站着 所以这个早朝时间不能特长 所以他就说 有事则奏 无事咱们就散朝了 早朝时间不是很长 重大事赶紧议一下 下了朝之后 皇上就去批奏折去了 就修批改作业去了 那儿也很辛苦 刘老师 我们看就是 它御门听证的地方 这个太和门 它整个这个建筑的样式 跟刚才又不太一样 不一样了 这叫做歇山重沿 九开间 是吧 体现这个九五之之黄六六瓦 非常庄重 这个屋顶和天门的屋顶是一样的 叫做歇山重沿顶 真正的重要的大殿 是在它后头 这是太和门 后边的殿是主殿 太和殿 太和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更重要一个广场 我们得从这儿穿过去 我们走过去看看 好 走 我们穿过去 同学们穿过太和门旁边的真渡门 进入太和殿广场 在梁思成所说的一系列广庭中 太和殿广场的意义非常重大 这里是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 皇帝生日 元旦 冬至这三大节 都会在这里举行盛大的仪式 太和殿的广场 为了突出太和殿 皇帝的金鸾宝殿 皇帝重大的活动 皇帝登基大典 大婚典礼 重大事是在这儿举行的 所以这个殿就更加雄伟 更加高大 那么它就需要衬托它的高大 就是地势我们感觉是下沉了 是不是 地势下来了 那么他们说这个地方 就像大海中形成的宫殿 所以要想象这点是有水的 是不是 但是宫中排水水是非常好 不存水 一点水不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建筑 都是建在高处的 广庭是伸下来的 这几个广庭你看发现 没有一个一样的 武门和太和门之间的广庭 面积约两万六千平方米 而太和门和太和殿之间的广庭 面积约为三万平方米 面积的不同显示出级别的不同 正如梁思成所说 组成了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 每逢重大典礼 皇帝坐在宝座上 大臣们就站在下线的广场上 两者落差足有十米左右 站在广场上的人仰起头 也看不到大殿内的皇帝 太和殿广场用它独特的设计 彰显着皇权的至高无上 跟着梁思成的文章 同学们穿过一个个宫门与广庭 感受着建筑学家眼中 不一样的故宫气魄 孩子们用欢快的脚步 丈量着宫门间的距离 以及广庭的宽度 在这个从前只属于皇帝 一个人的广场上 同学们庄严地穿行 嫌异地散步 舒适地坐在中轴线上 真实感受着故宫里的宫门和广庭 带来的雄伟气魄 由天门起 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庭 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 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志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